欢迎大家回来我的Learn with Tom Lee 教学的网站 今天我的课程是 AutoCAD Isometric Drawing 这是今天的课程 I AutoCAD Isometric Drawing 我们是用 AutoCAD Architecture 2012 教大家 AutoCAD Isometric Drawing的 我一般是用广东话教学的 今天有一点不同 我改用了国语来教学 虽然我的国语不太好 不过我很想试试 如果说的不太好 希望大家多多见浪 我的名字叫Layton 你可以叫我Tom Thomas 或是李承也可以的 我的Email address is chingtom929 at yahoo.com.hk 我的网站是 chingtom929.tdns.net 你们可以到我的网站里 这是我的网站 到这个CAD and Arduino 下面的AutoCAD按一下 你们可以看见 我有一些AutoCAD的视频 在这里 你们可以见到的是AutoCAD Isometric Drawing 在这个AutoCAD Basic Drawing Tool的上面 你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去打开AutoCAD 2012 打上AutoCAD 2012 打上AutoCAD 2012 我们要让这个AutoCAD的Workspace设定为Drofting and Annotation的Workspace 怎么样设定的 就在这里按这个设定为Drofting and Annotation 然后我们设定AutoCAD的Wheelport为FundWheelport 在这里设定的 按上这个Top 设定为FundWheelport 再来我们设定AutoCAD的Unit 我们用的是Unit的指令 在这里按上打入Unit Enter 将这个Unit设定为Centimeter cm 按上OK就可以了 再选择Rescale Model Space and Paper Space Object Mix or match the new unit 按上这个 就设定这个Unit了 现在我们用P-LINE的指令P-L-I-N-E Enter 做一条线 从一点按上去 做一条横线 我们要TUN OFF这个GRIP 这一条线是只有1.12Unit 1.12Unit 1.12Unit Enter 再按上Escape 现在我们用ZOOM的指令 打上ZOOM Z-O-O-M Enter 然后用Extend Extend 打上E-X-T-E-N-T-S Enter 你们可以看见这一条横线了 再用ZOOM的Tool 在这一条线是ZOOM 用ZOOM的Tool 用Pen的Tool 在这个Pen上一点 然后 关上ZOOM的Tool 我们再用LINE的指令 L-I-N-E LINE指令 从这里 做一条线 三个Unit 往下走 然后 再往右走 2.88Unit 再往上走 1.31Unit 然后 按上Escape 再用LINE的指令 这一点开持 往下走 1.31Unit 然后 在这一点中 完成这一条LINE 这一条SEND 再 E-ESCAP 现在我们将这个图形 这个Workspace 分回上一个Workspace 我们按上这个符号 这里 用Viewport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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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LINE 你们可以看见 三个Wheelport 左边一个 右边两个的 在左边的Wheelport 设定为 SOUD IS ISOMETRIC 再这样 右边上面的Wheelport 设定为 Right Unit 现在我们看见 现在我们看见了 三个Wheelport 这个Wheelport 我用ZOOM的TOOTH 再ZOOM OUT一点 再用PEN的TOOTH PEN SIDE一点 再关配这个TOOTH 现在我要Save这个图形 按上这里 用Save or Save as 我用的Save as 现在这个图形全下来 我全的地方就是Desktop 当然你可以放在另一个Folder的 我放下 Rekord Folder Octocad Folder 我上在Example里 我就Draw这个Folder 这个图形的名字叫ISO Testing Testing That's good 再按上Save 好了 我们已经Save了这个图形了 这个图形我们做在这里 这一个图形 让我们继续完成其余的部分吧 好了 我们用这个 左边的Wheelport 转这个一面 我们 要做的东西是 在这里 Cut一个空隙 不像这个图形一样 我们用哪一个指令呢 我们首先用的U C S的指令 U C S U C S的指令 Enter 在这一点 按一下 往这边走 这叫X S 再往后面走 就是 往上面走 就是Y S 按一下 我们将我们在这里 将这个U C S设定为这个X Y Z的U C S 现在我们用一个指令 就是P-LINE的指令 P-L-I-N-E Enter 再一点 接一点 按上去 走这边 这个方向 走这一个方向 对 0.75 Unit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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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用P-LINE的指令 另外一个P-LINE的指令 Enter 再一点 接一点 开始 往下走 不是往这一边 或不是这个 U C S 我们用另外一个U C S P-LINE 用这个U C S 往下走 OK 往下走 1.31Unit 往这一边走 1.5Unit 往上走 1.31Unit 再往后面走 1.31Unit 再往后面走 然后Escape 好 那我们选取这个P-LINE Delete 现在我们用这个P-LINE 现在我们用这个X2的指令 X2 EXTRU E Enter 这样这个P-LINE 这个图形的P-LINE 往后面 Enter 往后面X2 大约2 2.31Unit 就可以了 OK 我们现在有这个图形 现在有这个图形 2.31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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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图形 Enter 就这样我们可以 subtract the larger unit for subtract the smaller unit from the larger unit OK 我们可以完成这个部分了 这个部分 OK 成功完成这个部分 啊 再上来的我们要做 啊 用啊 圆形的部分 可以 可以做一个洞 啊 这两个洞 在这两面的平面 啊 然后我们架上这个部分 OK 这一个部分 啊 就可以了 好了 我们要做这个部分了 啊 架上这个部分 怎么样 可以接上这个部分呢 啊 我们去这里 啊 这个图形这里 啊 我们啊 用的 UCS指令 Enter 设定这个UCS 在这一点开始 啊 按下去 啊 这一点 是XS 这一点是YSS 啊 这样这个UCS 设定为这个XYZ的UCS 然后我们又用这个P-LINE的指令 P-LINE的指令 P-LINE的指令 Enter 啊 按上这一点 往这边去 啊 啊 什么Unit呢 往上去是1.5Unit 1.5 1.5 1.5 就可以了 再按下 Esc 啊 然后我们用这个UCS指令 Enter 这个UCS 设定为这个点开辞 这一点开辞 啊 往上走 往上走 是XSS 往这边走 是YSS 我们设定这个UCS X Y Z的UCS 啊 在上廊 我们用这个P-LINE的指令 Enter 在这里我们再按上一个一点 往上走 是1.3Unit 1.3Unit 1.3Unit 来 往这边走 是1.5 1.5 1.5 往下走 是1.3Unit 再在这里终结 ESCAP 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图形完成了 OK 再 选取这个P-LINE Delete 删除这个P-LINE 再做一条P-LINE 是P-L-I-N-E 这个P-LINE是从这一点开辞 第一点 第三点 第四点 再往上记 的第一点 OK 再ESCAP OK 然后我们用这个 LAYER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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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看见这个LAYER 可以开始了 我们用一个新LAYER OK 像这个图形 设定为一个新的LAYER 我们叫做ISO的LAYER 或是另外一个名称 也可以 我们按上这个 NewLAYER 按上这个指令 NewLAYER OK 我们叫这个LAYER ISO New Enter 设定的颜色 任何一种颜色 给我 这个 颜色 这个 颜色 这个COLOR OK 然后我们 选取 选取这个图形 将这个3D的图形 设定为这个LAYER ISO的LAYER ISO New的LAYER 你可以看见 LAYER 就 的颜色 全叫这个LAYER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意思是 将这个图形 转到这个LAYER上 ISO New的LAYER上 然后我们 去这个LAYER的Property 可以 我们关备这个LAYER的眼镜 这个 关备这个LAYER的眼镜 我们可以再 不看这个LAYER了 OK 现在我们用 另外一个指令 另外一个指令 将 这两个的P-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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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D的P-LAYER 啊 变成一个3D的MODEL 啊 我们用的指令就是LOFT L-O-F-E OK L-O-F-T sorry L-O-F-T LOFT的指令 Enter 首先我们 要 选取的LOFT的东西 so 啊 然后我们选取这个LOFT Enter OK 再Enter 你可以 看见我们 已经将 这个图形完成了 OK 现在我们 啊 打开 ISO NewLAYER 打开他的眼镜 我们看见 啊 这两个LAYER 啊 已经完成了 OK 现在我们将 这个 啊 图形 也 转到 啊 这个LAYER上了 啊 你转到这个LAYER上 这个图形 转到这个LAYER上 OK 然后 ESCAP OK 你可以看见 我们 已经完成这个 啊 公墓的 大部分 OK 乘下来的部分 就是 一个圆的洞了 OK 两个圆的洞 OK 啊 就可以了 就 接下来我们 我们 要在 这两个部分 两个 啊 部分里 啊 我们 转一个洞 应该是转两个洞了 上来我们要 轨接这两个 啊 圆的洞了 OK 怎么要轨接呢 啊 我们用 UCS的指令 啊 我们用 UCS的指令 UCS的指令 OK 啊 接下来我们 接下来我们用 PLINE指令 PLINE指令 ENTER 再一点 这一点开车 往下走就是 0.62了 OK 往这边走就是 啊 0.56 0.56 0.56 OK 这是圆的中心 ESCAP 这是圆的中心 我们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圆形 Circle 的指令 Circle ENTER 我们用Circle指令 ENTER OK 圆的中心在这里 OK 圆的寂静就是 6点 0.62 OK Diameter 0.62 啊 就是的 的 的 Radio是0.31了 的Radio是0.31 OK 我们做这个Circle了 OK 啊 我们再做 啊 再轨迹另外一个Circle 在这里 另外一个Circle的 啊 Diameter是0.36 就是把半径的 Radio就是 啊 0.100 是吗 就是 啊 radius 0.36就是 Diameter OK 在这里 啊 我们用一个Circle的指令 Circle OK ENTER 啊 我们选取这个P-line 这一个P-line OK ENTER 啊 然后 这一点就是Circle的 Reference Point 啊 按E去 这是Circle的另外一个Point 按下去 OK 我们将这个Escape 我们将这个P-line 啊 Copy 啊 这一个平面上 啊 因为我们知道的Dong 啊 这两个Dong的 啊 圆性是一样的 都是在这里啊 啊 然后我们就用另外一个U-C-S的指令 啊 U-C-S的指令 OK 这个U-C-S 做一个Circle 出来就是0.100的半径的Radius 啊 Equal to 0.18 ENTER OK 啊 我们成功做了两个Circle 啊 再将这个啊 啊 P-line Delete 选取这个P-line 选取这个P-line 再选取这个P-line Delete OK 然后我们Use X2的指令 再用 啊 X2这个圆形 啊 往后面走 啊 大约是0.8 啊 0.8 啊 或是E 或是E unit 啊 我们用X2的指令 X2的指令 Enter OK 选取这个圆形 Enter 往后面X2 X2 大约1个unit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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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ain OK 再打上X2的指令 Enter 这样这个圆形X2的后面X2 又是1.0的unit 1.1 whole man is 2 然后我们用这个subtract的指令 S-U-B-T-R-A-C-T enter 选取这个大的图形 Enter 再选取这个small的小的图形 Enter 你可以extract 转这个方向 您看见一个洞就这样出来了 那第2个洞是一样 我们再用这个subtract指令 再用subtract指令Enter 选取 大的图形Enter 再选取 小的图形Enter 就这样 我们用subtract指令 zoom extended to link 我们看见 这个图形 已经完成了 现在我们设定这个 Octocad的 Wheelport Wheelport 现在是2D的Wheelport Control Style 我们现在设定回 Shade的Wheelport 你可以看见 这个图形 已经完成了 这个图形 已经完成了 不同的角度 在看这个图形 很好我们 这个课程 可以叫 这个 How to draw isometric Model Octocad 2012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